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但是我很湊巧地 跟齊老師的幾個身分當中相關的人 有過一點點的圓會 有時候只是一面之圓 有時候有一點點經歷 在齊老師也許作為母親 作為姐妹 作為女兒 作為老師 這樣一個身分 剛好我就會有一點點機緣 我在1980年回國 說起來就快30年了 回國之前我在聯合大學教書 當時齊老師的公子在那兒念書 所以那個時間點 正好我們出現這個 好像是美麗島事件 這些大的國內大的事情 我寫過一點文字在報紙上 那個文章的背後 作者的身分 他想他做什麼事 他想會被列出來 所以我回來 在第一次參加的一個研討會上 碰到齊老師 齊老師就認得說 這就是那個寫文章的那個人 他說 很客氣地說 我們以聯合大學還有人 因為齊老師在那兒待過 這當然是一個 齊老師慣有的 幽默的一個講法 所以我跟齊老師的公子 有那麼一點關係 而使得齊老師在三十年前 我們出會的時候 他覺得跟我好像有一點親切 後來我在高雄教書 我在中正大學 當然在很多的這些學術場合 會跟齊老師有機會碰到 齊老師總是給我很多的耳題念念 然後是齊老師的妹妹 這個寧願大姐 她在當時在中心跳劇 她被派到高雄去做一些整頓他們公司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的機會 林園大姐是一個音樂的愛好者 她聽說是可以在兩廳院的音樂廳發營的人 幾乎是所有的音樂會 後來我就證明了這件事 因為過了幾年 我在國家音樂廳有很多的關係 那有一天 這應該也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 有一天我就接到齊老師的電話 說我們想看一看 你在不在戲裡頭 當時我在中正大學的外文戲 在在戲裡頭 我們要帶一個人來看你們 這是誰呢 這是齊老師先生 齊世英老師先生 那原來兩個姐妹那天性質很高 就陪著齊老師就出遊 然後出遊就到了高雄 高雄這時候想到中山大學 他們想來看中山大學 我想主要是想看看西子灣 但是因為我在那兒就打個電話來 說我們要來 我就趕快跟警衛說 這個車子要放他們進來 然後車子進來了 我們就看到 這個兩姐妹真的是叫性高彩電 然後跟著這個齊世英老先生 這個非常漂亮的一個老婆 他們兩姐妹就簇擁著老先生 這個非常高興 我覺得這是子女跟年脈的父母 在一起出遊的時候 最快樂最好看的一個景象 然後呢是 那我跟年月大姐就 也有很多的機會 尤其是後來我到來 這個國家年輕院的時候 在音樂會上 幾乎是市場有發展 一定會聽到她 開玩笑說她真的在那兒扎音 然後是大概 我想應該是五六年前 有一回我在 我在京華街 好像是在正大的國關中心那兒 看一個什麼會出來 那個暮色已經很蒼茫了 我把車停在一個巷子裡頭 我就到處找我的車 我找找找 那個視線不是很清楚 我就覺得好像 好像有人在哪兒看我 我就私處張望 然後看到暮色當中 滿頭銀髮的齊老師 後來我就走過去 我說是不是是齊老師的 齊老師說 我就看不清楚 好像是你 我就一直盯著你看 而且我就 我就走過來看的是齊老師 那個時候 好像是到了吃晚飯的時候 齊老師說我真的要去吃飯 你要不要吃飯啊 我當然要吃飯 我們就一塊吃飯了 另外吃飯呢 齊老師我們就吃飯 你們時間就做了好久 就聊了很多事情 我其實最清楚的是什麼呢 是齊老師說到 那時候齊 摄英老先生過世了 齊老師就說到 他說 我現在相信世界上有環類這樣的 我對白老師很有興趣 所以跟黃公夢有關係 他說我相信 今天有環類 這麼回事呢 他說我從小就一直 這可以說嗎 齊老師 他說我從小呢 就一直仰望著我的父親 一直覺得他高大高不可攀 我那麼尊敬他 可是到晚年的時候 他變成一個小孩 他一直在吐氣 他把所有的眼淚還給我 我對他一生的這種尊敬跟愛慕 這是一個很動人的一個故事 因為我還沒有機會好好看這個書 我不知道有沒有寫到書裡頭 可是一個女兒 對一個父親一輩子的這種仰望 一輩子的增進 年老的時候 能陪著他 看到他把所有的眼淚 好像是還給他一生的愛慕 其實我又想起一個事情 應該是十多年前 有一年的父親節 齊老師在畫上寫了一篇 紀念齊士英老先生的文章 我看了之後 當時我有一個專欄 我在那個禮拜的專欄 我就寫了一篇小文章 叫做《爸爸們的女兒》 《爸爸們的女兒》 因為我說 在父親節看到很多紀念父親的文章 而且一點都不驚訝的是 幾乎都是女兒們寫的 世界上好的紀念父親的文章 很多都是女兒們寫的 當然齊老師的那篇文章非常動人 我在我的文字裡頭 預期說一定還有更多 紀念齊士英老師的文章還未出來 我在當中也覺得很遺憾 有些人們有女兒 比如說胡適志先生 如果他有個女兒 大概一本非常好的胡適志傳記 可能由他的女兒寫成 但是我們很幸運 有齊老師這樣的他的父親的女兒 他不單單是用這麼好的文字 寫成了動人的傳記 而且因為他寫的傳記 那個傳主是一個大時代的人物 他也因此幫我們記錄了這個大時代 齊老師既能寫情又能寫詩 他既能夠寫他的個人 他又同時寫一個彷彷的一個時代 我們很幸運得到這本事物 還是要恭喜天下文化 謝謝